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元代的都城建设 其实早在1235年的时候 曾经思汗之后的第二任大汗 沃河台就曾经在草原上 修建了蒙古人的第一座都城 在今天的蒙古国的境内 这座城市叫哈拉荷林 但是相对的比较的简单 还不具备先进文明的城市的很多特征 那么真正意义上比较完备的城市 是在公元1256年的时候 当时三位登上蒙古大汗之位的忽必烈 他来主导修建的 他当时是选择了内蒙古大草原上的 鸾河上游修建了一座开平府的府城 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大本营 到了公元1260年 忽必烈就在这个开平府被拥立为大汗 正式地把这座城市来作为蒙古帝国的一个核心的统治的都城 公元1263年 正式地把这座城市称为上都 那么后来呢 因为湖北又修建了更为宏伟的大都 作为整个王朝的首都 那么这个上都呢 就被改为了陪都 主要呢 是作为皇室的避暑行宫来使用 目前呢 原上都的遗址的保存还是相对完整的 并且在2012年被捏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都城的总平面图 整个城市呢 实际上是由三重城墙来围合的 其中呢 宫城位于城市偏东南的这个位置 在它的外面呢 是一圈接近于正方形的内城 边长大概是1400米 然后在这个内城的北边和西面 它又包裹了一圈外城 所以外城的这个空间呢 接近于一个曲尺形 整个这个内城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布局相当的严谨 有非常明确的中轴线 而这个外城区域呢 实际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 北边整个这个区域呢 里面有河流 有水系 布局很零散 主要呢 是当时皇家的院幼区 或者叫御院区 而这个西部呢 主要是它的一个集市区 曾经是当年草原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商业的集散中心 很多来自于西域 阿拉伯 甚至欧洲的商人 都会来此来做交易 这里面呢 还分布着若干条的商业的街巷 会有各种各样形式的这个店铺 虽然这个藏都建设已经相对比较完备了 但是它的位置还是相对比较偏北 不太利于来统治那么庞大的一个疆域 所以呢 后来这个忽必烈从这个地理因素 政治因素来统一考虑 决定呢 要迁都 他依然是选择的就是 当年大京王朝的首都中都 所在的这个区域呢 来营建新的都城 从1267年 就在东都的东北面 一大片平地上面 开始来进行新的城市建设了 当时整个这个工程呢 有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 共同参与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呢 是一位汉族官员 名叫尤丙忠 由他来负责总体的规划 但是呢 所有的规划的方案 都必须由皇帝忽必烈本人 亲自裁定 才能够最终定下来 这个大都的建设 先后持续了有将近30年 我们看这张图能够理解 就是元大都和金中都 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 因为经过了 今末元初的战争的破坏 金中都整个城市呢 大体还在 但是呢 相当的残破 特别是宫殿已经被烧掉了 那么这个大都呢 它其实就是 把这个金中都 北边偏东的这块地方 作为它一个新的城市 来进行建设 虽然这是一个新建的一个城市 但是呢 它也受到地形条件的某些制约 最主要就是因为 城市的南边呢 已经有金中都存在了 它没有办法呢 再向南边去扩 所以呢 导致整个城市的布局呢 皇城和宫城呢 显得相对比较偏蓝一些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呢 在中国整个所有的都城建设当中 首次把大面积的水面 拉入到城市的中心来 一块呢 称之为所谓的太叶池 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 北京的中海和北海 那个范围 在元朝时候呢 是一整个大的水面 主要是以它为核心环绕设置这个一些皇宫的建筑 在城市的外城的这个北侧呢 还有一大片的这个水面 被称之为海子 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常常喜欢把大片的湖面称之为海 元大都是一座非常宏伟而壮观的古代都城 拥有很明确的中轴线 而整个城市的道路体系呢 是所谓棋盘式的方钢网的布局体系 从一建策开始就非常明确的把这个道路呢 分成三个等级 第一等呢是大街 有24部宽 大约和今天37.2米 大街之间呢是小街 比大街要窄一半 12部宽 大概和今天的18.6米 然后在小街之间呢 就分布着若干条胡同 胡同呢只有6部宽 大概和今天的9.3米 通过这样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等级体系的划分 就使得整个城市的道路系统非常的明确 元大都的规划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的水系非常的科学和合理 整个这一套水系系统呢 是由著名的科学家郭守敬来主持规划的 它实际上呢是用两条平行的水道 分别从北京西北郊的玉泉山和仓平的神山 来引这个山泉水 然后呢通过两条平行的河流 一条是金河 一条是长河 把它们引到大都的城内 然后呢又分别的注入太野池和海子 这两片大的水面当中去 然后二者呢又汇合在一起 向东流入这个城东的通汇河 与金航大运河直接贯通在一起 应该说整个这套水系呢 它有好几个方面的优点 首先就是呢保证了城市的用水 以及雨落天气的这个排水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呢 它其实呢 直接的和金航大运河发生联系 具有潮运的这么一个功能 特别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呢 元朝时候 大运河的北端的这个中连的码头 并不是在今天的通州 而是呢一直延伸到这片海子的沿岸 所以实际上呢 当年的海子的这个周围啊 是非常繁华的一种千帆云集的场景 那么这个胡同呢 到现在为止 还有很多保留在北京的旧生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感到元朝时期 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一种 城市道路体系的特殊的魅力